如果照够支持岳飞灭金国 以南宋的实力来看 岳飞能成功吗 虽然岳飞在满江洪中慷慨激昂 壮志鸡餐葫芦肉 笑谈可饮凶母血 但对当时的岳家军以及南宋而言 想要完成这一壮举非常困难 作为崛起于白山黑水的少数民族 金国实力非常强悍 从公元1115年建立金国开始 短短十多年时间 金国就接连消灭辽国和北宋两大帝国 成为中原北部的主人 到公元1127年南宋建立 金国立国时间不过十多年 是真正的上升期 此时的金国君臣一心 众志成城 行政效率高 军队战斗力强悍 是典型的女真不满万 满万不可敌 虽然南宋是一个新兴的王朝 但是由于自宋太祖赵匡应以来 众文清武的改革 使得宋王朝建立初期 军队战斗力就非常孱弱 宋太宗两次北伐弃丹的失败 就说明了这一点 再加上因为燕云十六周和河西之地的丢失 使得宋朝失去了所有的养马基地 这使得宋朝缺少战马这样的战略物资 无法组织强大的骑兵力量 岳家军之所以步兵手持马扎刀 冒着极大风险对抗金国骑兵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宋朝缺马 宋朝军队碰到游牧民族的骑兵 即使打赢了 也只是击溃 而不能全歼 所以中宋一朝 打了很多仗 但对方的有声力量从没削弱过 两条腿怎么跑得过四条腿 金国攻宋 大多是绕城而过 基本不攻城 你赶出来 就利用骑兵的优势也占消灭 所以我们后人经常发现 金国都打到首都了 把东京给围了 北方很多城池还在宋的手上 绕城打员或者围城打员 金国深得其精髓 宋朝没看到这个硬伤吗 那是不可能的 老祖宗打打杀杀那么多年 其智商哪有那么不堪 宋朝一直跟西夏不对付 打来打去 就是为了有一个养马的地方 可惜 西夏跟辽国暧昧得很 一个强大的辽国和西夏 还都是游牧 还有地利 换你杂掌 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 南宋的确刚刚建立 根基不稳 国力凋敝 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 收复失地意味着什么 大批沦陷地居民的响应 必然会让北伐速度加剧 一旦宋朝子民回归政府的怀抱 必然各司其之一守卫自己的家园 重地的重地 当兵的当兵 届时无论是税收 还是军需都有了补给 或许可能初期会艰苦一点 但是未来呢 按照岳飞的军事水平 不说是打得踪臂满地找牙 再差也是五五开吧 如此一来 在对战过程中 民心所向就显得十分重要 刚才也说到了 无数轮陷地军民 翘首已判王室北上 收复中原 此时如若北伐 怎能不响应 反观金国 虽然短时间内 打下了大片的土地 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统治 毕竟金人的数量是有限的 当初打下辽国之时 不过几万人而已 汉人天下宋朝居民何其多 就算是战争处于僵持阶段 也必然会有胜利的一天 一如近代抗日战争 只要坚持不懈 一定会有胜利的一天 短时间内无法完成 那就游击战 打持久战 前提是得有精神领袖的引导 和坚定的信念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北宋之所以被灭亡 是缺乏有才能的武将 我们经常说 兵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 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 就是这个道理 北宋虽然国力强盛 疆域辽阔 但就是缺乏有三军才能的军事将领 所以才会导致两个皇帝 被金国抓走 半壁江山落入金国人手中 当刘齐 岳飞 韩世忠等名将崛起后 明显不如北宋强大的南宋 且连续战败金军 在岳飞北伐的过程中 曾收复洛阳 一度逼近开封 恢复北宋国土的希望就在眼前 将在智而不在勇 兵在金而不在多 这才是古代军事 留给我们现代战争的经验总结 不能简单地说南宋国力衰弱 就打不败金国 强弱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明白自己落后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迎头赶上的信心和决心 同样是皇帝被别人抓走 主力被敌人消灭 明朝就表现出了和北宋不一样的另一面 于谦利用个人的威望和能力 把仅存不多的军队凝成了一股绳 击败了瓦剌 保全了大明的疆土 信念是非常重要的 亮剑精神有的时候 可以决定战争成败 那么当时为什么赵狗能和金人议和呀 还不是因为金国觉得拿不下整个南宋来 与其和南宋拼个鱼死网破 还不如议和划算 最不巧的就是 那时候在金国的脚屎棍秦桧回来了 他从金国来到了赵狗身边 就是他一只眼地说服了赵狗议和 不要打仗了 赵狗又是一个匈无大志的皇帝 对于他来说能不打仗就不打 即使向大金国称臣也无所谓 要说赵狗真是不要脸到 无法描述的地步 所以 就是在秦桧的撮合下南宋和金议和了 南宋向金称臣 并且向金纳贡 若是没有秦桧 说不定赵狗和岳飞就把金人赶走了 因为在那个结果眼上 是南宋的军队占据了主动权 金国的将领在南宋连连吃败仗 尤其是金物竹 在那时候可以说一场胜仗都没有打过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赵狗让岳飞速速退兵 最终岳飞在退兵的时候 被秦桧等人派来的使者带走 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 实际上赵狗没有这个能力和决心 去灭掉金国 赵狗被秦桧架空后 秦桧可以随便调动金卫军去评判 可以捏造圣旨随心所欲的打击罢免政敌 而赵狗却不能也不敢去责怪他 秦桧死后赵狗才舒了一口气 说从此靴子里面不用再藏匕首了 一个傀儡一般的皇帝 能在军政大事上有什么重大作为 再说 南宋的国立军力都实际上不敌北方的金国 能够勉强自保已经是阿弥陀佛 赵狗怎么敢去主动招惹金国 赵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消灭金国 甚至没有想过收复北方的失地 他想要的只是偏于异于 做一个想几天轻浮的皇帝而已